我们来看这道PV操作的题 当我们拿到一道PV操作的题的时候呢 我们首先要分析它们之间的同步和互持关系 题杆告诉我们这三个进程呢 互持着使用一个缓冲区 那么这个缓冲区呢 就是它们的互持资源 P1往这个缓冲区中写入数据 P2和P3从里面取数据 那么这个数据的放置与取出呢 就构成它们之间的同步关系 那么这个同步和互持关系呢 就很像我们例题中的一个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模型 P1呢就相当于是个生产者 P2和P3呢就相当于是消费者 我们的PV操作呢 实际上就是对一个条件变量进行操作 我们的P操作呢 就是判断这个变量是否大于零 如果大于零的话呢 就把它减一 然后继续执行程序 如果这个变量已经为零了 那么P操作呢就进入到阻塞状态 等待这个变量变为一个大于零的数的时候 再继续执行程序 那么V操作呢 就是给这个变量加一 然后继续执行 对于护士资源来说 对它的条件判断呢 就是判断一个进程 是否有对这个护士资源的使用权 我们设置了一个护士变量Mutex 因为我们的护士资源呢 只有一份 所以说它的出值呢就为一 那么PMutex呢 就是一个进程在申请缓冲区的处理权 如果此时Mutex等于1满足P操作执行的条件 那么P操作呢就会使这个变量减1 然后继续执行这个程序 那么此时呢Mutex等于0 当其他的进程呢再来申请缓冲区的处理权的时候 他们的P操作呢就会在这里阻塞 从而保证了只有一个进程在使用这个护士资源 而对于生产者P1来说呢 它除了需要获得护士资源的所有权之外呢 它还要去判断一下缓冲区中有没有空位置 来放置它所生产的资源 我们呢就给它分配了一个同步的信号量Mutex 因为此时呢我们的缓冲区中是没有资源的 所以Mutex的出值呢就是N 那么PEmutex呢就相当于减少了一个空位 那么就是生产者往里面放入数据 那么VEmute呢就是增加了一个空位 就是消费者从里面取出了数据 那么同样对于我们的消费者P2和P3而言 他们也需要判断一个条件 判断这个缓冲区中有没有他们所需要的数据 我们就设置了两个同步的信号量 Ords和Evan 对这个变量进行P操作呢 就意味着判断里面有没有他们所需要的数据 如果有的话呢就取一个出来 那么V操作呢就相当于往里面生产者往里面放入了一个数据 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代码 我们首先呢是来看一下生产者的代码 生产者呢首先要生产一个数据 那么把这个数据放入缓冲区的过程中呢 就面临着两个判断 一个是判断这个缓冲区此时有没有进程再使用 它是不是可以去访问 第二个呢是判断这个缓冲区中有没有位置来存放这个变量 那么这两个判断的顺序是怎么样呢 我们假设先判断有没有使用权 也就是说如果此时没有进程再使用缓冲区 那么批操作之后呢 我们的生产者就占用了这个缓冲区 然后我们就去判断这个缓冲区中有没有空位置 如果有空位置 那么一切程序照常运行 运行完成之后呢释放出这两个资源 那么如果没有空位置呢 那么这个进程呢就会在这里阻塞 它会一直在等待有空位置出现 在它等待有空位置出现的时候呢 因为程序还没有运行完成 也不会再往下执行 那么永远不会有VMutex操作出现 也就是说生产者一呢 就永远不会释放出缓冲区 生产者一不释放 生产者不释放出缓冲区 那么消费者P2和P3呢 也就没有办法进到缓冲区中去取出数据 也就是说永远不会有空位置出现 形成了我们第四节的一个现象叫做死索 所以说我们的生产者进程呢 就应该先判断有没有空位置来放数据 再去占有缓冲区 那么此时呢它就可以对缓冲区进行操作 把自己的数据写入缓冲区 把这个数据放进去之后呢 我们这个生产者进程对缓冲区的操作已经完成了 此时呢就可以去释放缓冲区 这里我们同学可能会有疑问 我们现在已经把数据放进去了 并且释放了缓冲区 但是我们还没有说这个数据呢是基数还是偶数 那么此时我们的消费者如果要进去取数据的话 那么会不会产生混乱呢 我们刚刚有说 不管是我们的生产者还是我们的消费者 他们进行操作的时候都要首先判断自己进去之后 能不能进行操作再来去占用缓冲区 也就是我们的P2和P3进程都要先判断缓冲区中 有没有基数偶数再去占用缓冲区 那么此时缓冲区是可以占有了 那么没有标明这个数据是基数还是偶数 我们的P2和P3是不会进行操作的 也是不会去占用缓冲区的 所以呢这个地方释放直接释放缓冲区是没有问题的 释放完缓冲区呢我们再来判断 这个数据是基数还是偶数 那么就判断如果是偶数的话 那么偶数的数据呢就加1 如果是基数的话呢 那么基数的数目就加1 那我们生产者代码就写完了 那么我们再来看消费者P2进程的代码 我们消费者P2呢就比消费者P1要简单的多 我们消费者P2呢就比生产者稍微简单一些 还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他先判断进入缓冲区之后 有没有他想要的东西 也就是先判断里面有没有基数 如果有基数的话呢 那么再去判断可不可以占用缓冲区 那么占用缓冲区之后呢 他就可以执行他的操作 就是从里面取出一个基数 取出基数之后呢 他就可以释放我们的缓冲区 释放缓冲区 然后再告诉 释放缓冲区 释放缓冲区之后呢 再告诉我们的消费者 现在有空位了 你可以去再 你可以去再放一个数据了 那么然后再计算他自己的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发现 虽然对于我们这个题来说 没有什么影响 但是在后面的题中 可能会有些限制 使我们的代码呢 在释放的时候呢 也有些问题 所以说在我们写代码的时候呢 要看清楚 两个P操作和两个V操作 扩在一起的时候 要先释放哪个 或者先申请哪个 那么消费者P3的代码呢 就和消费者P2的代码呢 是一样的框架 那么通过这道题呢 我们可以看到 PV操作呢 最重要的就是 履行它的逻辑 和同步和互斥的关系 那么这道题呢 虽然是一道真题 但它在PV操作里面 算是一道比较基础的题 我们先写过去 特别的 那就强食了 现在我们先写过来 然后tte 写过来